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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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么安排的理由呢是这样子的 赤龙在临界状态下物理吸收呢会大增 而属性吸收只有小幅度的上升 赤龙的尾巴在通常情况下斩肌肉质是比较差的 留到临界状态下再破效率最高 而四肢吸收都不错 所以不需要留到临界时破 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输出水平一般 赤龙在二区会释放三次大招 如果输出够高赤龙就只会释放两次大招 让我们少看一次动画过场 所以我们选择拉满输出压缩二区的守卫时间 把更多时间留给赤龙会进入临界状态的三区 在二区 赤龙拥有仇恨机制 会锁定对他造成最高伤害的玩家 在仇视一名玩家后 赤龙就会进入发怒状态 所以二区的配装可以考虑配备挑战者 赤龙在二区至少会释放两次必杀机 这个必杀机的释放是可以打断的 即使打断大招是压缩二区狩猎时间的重要技巧 我们也会重点介绍 一定要尽力掌握哦 好的 让我们进入实战部分 进入二区后 赤龙刚好吸完能量 此时暂时还处于免疫远程攻击的状态 赤龙在开始小吼后 远程武器才能打出伤害 所以不要太着急开枪哦 在这个区 我们主要是用属性弹来进行战斗 属性弹打赤龙要特别注意一下贯通角度 如果站在头前 最佳的贯通角度是从前腿下半部分 贯到后腿上半部分 如果不在头前 最佳的贯通角度是倾斜着贯穿赤龙后腿的上半部分 在赤龙还没有决定仇恨对象前 他有可能使出龙车和直立激光地爆 这两招都是浪费时间的坏招 伤害还特别高 所以全体队员在这个阶段都要注意不要离赤龙太远 战斗一段时间后 赤龙就会锁定对他造成最高伤害的苍蓝性 拉斗仇恨的苍蓝性可以心里暗自嘚瑟一下了 在拉斗仇恨后 赤龙会时不时的小吼 切腰小会比难度比较高 非常烦人 但这个小吼只需要2塞3就可以免疫 有条件的朋友 可以考虑在浮空衣上配备 这里我们要特别讲解一下 拉斗仇恨的队友的走位思路 拉斗仇恨的苍蓝性 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站位 因为赤龙在仇恨状态下会出什么招式 基本都是根据仇恨对象的站位决定的 我们建议拉斗仇恨的苍蓝性 尽量在赤龙头和前爪之间的区域 也就是图中标识的蓝色区域内游走 以下称这个区域为安全区 我们可以以赤龙的前爪为基点 尽量保持和前爪大约两个翻滚的距离 千万不要离赤龙太远 也不要离赤龙的前爪太近 之所以这么建议 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引出来的招式基本都是固定的 而且处理难度都相对较低 能给队友提供安逸的输出环节 这里给大家特别讲解一下 站在安全区可以引出来的招式 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 甩头 脚前咬 反应时间充足 范围小 威胁不大 不做特别说明 方向修正甩头 赤龙在仇恨状态下 一定会用甩头来调整朝向 只要保持好中距离的站位 这招基本可以无视 在使用完这招后 赤龙的头会归位到身体中央 所以我们如果想打头 可以预先瞄准身体的中轴线 难道 结果是很严重的 三连前咬 这招要特别小心 正面的攻击判定很大 被打到了容易被赤龙连续压起身 甚至猫车回家 拉到仇恨的队友 一旦猫车回家 赤龙就会失去仇恨状态 平凡使出龙车 直立激光等奋招 打断全队的节奏 如果是在赤龙前爪靠外的站位 引出了这招 测滚即可 如果站位比较靠中 则需要前滚 滚掉第一下咬单攻击判定 随后即可进入这招的盲区 需要注意的是 前滚后 必须立即撤出赤龙的身下 否则有可能引诱赤龙使出下压地暴 波及队友 前爪横拍 这招经常衔接在小脑后面 直接朝外走 或者朝赤龙的身下走 走出判定范围即可 如果离得太近 可以朝着前爪拍来的方向翻滚 这招是可以无回滚尿的 直线地暴 赤龙会用一只前爪拍地 随后引发一串直线状的地暴 直接测滚即可 回避难度很低 但是建议大家往赤龙另一只前爪的方向回避 如果往前爪外侧回避 就会引用赤龙使出甩头调整方向 不利于其他队友输出 大喷吐 经常衔接在无前咬的小喷吐后面 通常情况下 如果保持着移动状态 翻滚即可回避 如果原地不动 或者处于招式的后摇中 则很容易被打中 所以建议负责吸引仇恨的队友 配备后摇比较小的武器 顺便一提 在赤龙无仇恨的状态下 如果对猎人进行了爪身修正 则有很大概率立刻使出指招 需要特别留意 横扫激光 在赤龙无仇恨的状态下 横扫激光的范围最大可覆盖180度 而在拉到仇恨后 横扫激光的角度则大范围缩小 只要往侧面走位 或者往赤龙头下走位 即可走出判定范围 放完这招后 赤龙也有一定概率发呆 但是 如果仇恨对象离赤龙较远 赤龙还是有可能 释出大范围的横扫激光 很难完全规避 作为应急处理 可以尝试滚激光 细腺状的激光是可以无灰滚掉的 虽然还是会吃到后续的爆炸伤害 但比直接种激光的伤害 要低很多 前进定点喷涂 只要保持移动 基本上打不到人 不做特别说明 定位喷 锁定的是猎人下一秒的位置 但其实修正的角度是有限的 如果离赤龙较近 直接往赤龙的身后走即可 赤龙的头是扭不过来的 如果来不及 可以先往一个方向走动 看到赤龙的腿变白后 向反方向翻滚即可 当然 由于板边 台阶等随机因素 有时候我们会走位失误 这里介绍一下 走位失误时赤龙可能会出的招式 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 如果离得太远 就会引出捕食 二连横扫喷等浪费时间的招式 捕食攻击的判定 主要集中在赤龙的头部 建议往屏幕左侧翻滚 往右侧翻滚容易回避失败 二连横扫喷 没什么好说的 飞扑或者收刀跑向赤龙都可以 而离赤龙的四肢太近 则会引诱赤龙使出爪彩煤气这一招 这一招范围极大 很难回避 而且如果赤龙使出了这招 还会修复插到地里的四肢 解除四肢上的软化状态 趁龙把四肢插到地里后 会引发一次爆炸 随后引发向外扩散的爆炸 第一次的爆炸可以靠侧滚躲开 但后续的爆炸 爆炸范围很大 侧滚是无法滚出这招的爆炸范围的 建议直接向外走 直到爆炸结束 最后再提醒一点 拉到仇恨的苍蓝心 千万不要在赤龙口水印之外的场合 勾爪上身 即使是赤龙吸能量的时候也一样 理由是被赤龙仇恨的对象 一旦勾爪上身 就有一定概率引诱赤龙 使出下压地方 让队友们莫名躺枪 让我们继续回到实战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赤龙开始释放第一次蓝道陨石了 蓝道陨石是可以被打断的 打断蓝道的方法 是用硬直打断赤龙的起飞动作两次 这个硬直可以是闪光弹造成的硬直 也可以是伤害造成的部位硬直 还可以是二者的叠加 这里给大家分别展示 打断赤龙蓝道的几种情况 第一 两次闪光硬直 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次把赤龙闪下来后 他会等到头上的星星消失之后 才会尝试再次起飞 所以负责闪光的队友 在看到赤龙头上的星星消失后 就要准备下一次闪光了 二 两次部位硬直 三 一次部位硬直 一次闪光硬直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用闪光弹打断赤龙第一次起飞的 那么在赤龙头上的星星消失之前 即使打出部位硬直 也无法打断赤龙的大招 必须要等到闪光眩晕状态结束 赤龙试图再度起飞的时候打断 才能成功阻止打招 部位硬直呢 比较看运气 所以我们还是以闪光弹为主 顺带一提 如果赤龙在空中被打出部位硬直 就会坠机 但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这里不放闪光弹 是因为一区造成的闪光耐性时间尚未结束 所以我们只能先放它一把 第二次大招时再用闪光弹 才能起作用 赤龙释放完必杀剂后 就会吸收能量 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到头前买起爆龙弹 因为软化只能增加物理吸收 不增加属性吸收 所以轻弩可以不用软化 尤其是拉到仇恨的苍蓝心 建议在赤龙吸能量的时候 直接到赤龙的前爪附近买地雷 或者装填子弹 不要勾爪上身 理由之一刚才已经说过了 仇恨对象勾爪上身 可能会引出赤龙的下压地宝 第二个理由则是 如果我们在赤龙的头前买地雷 它就有一定概率使用甩头 这样它就会自己撞到地雷上 会破坏头部积累伤害 虽然看起来伤害不高 但蚊子腿也是肉嘛 赤龙吸完能量后会放出一道封鸭 但已经勾在赤龙身上的人不受影响 如果在地下 这个封鸭需要封鸭耐性5才可以免疫 所以还是建议翻滚躲避 再看到赤龙的前爪离开地面瞬间 翻滚即可 顺带一提 鬼人化状态的双刀 正在蓄力的大剑 也可以无视这个封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赤龙开始释放第二次蓝道了 如前所述两次硬直就可以打断 但我们图名厂的员工很给力 在这个时候用部位硬直打断了赤龙的第一次起飞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在第二次起飞时 再补上一发闪光就可以直接打断赤龙 这样他就会回到地上乖乖站好 放弃释放大招了 经过一番激烈交战 赤龙终于放弃挣扎直接换驱 二驱的狩猎顺利完成 那么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在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们将给大家讲解赤龙三驱的狩猎技巧 下一回呢就是最终回了 记得关注我们继续收看哦 拜拜